大家好,今天煮两菜一汤,分享如何做鱼滑 是家庭式做的,没有用肥猪肉,用虾做配搭 用鱼滑釀了一味釀茄子 另外,还滚了一个山菜鱼滑汤,是香港出名的街头小食 看看家庭式是如何做法 首先我们做好鱼滑 刚才不是说了不用肥猪肉,用虾做配搭 这里有一磅急冻虾,溶雪后去腸去壳,然后用纸吸干九成的水分 不要吸得太干,然后把它切粒 接着放在盘子铺平,不要重叠 这里有一磅急冻的鱼滑,溶雪清洗干净后,用纸吸干九成的水分 通常是用凉鱼的,家庭式嘛,你买到什么就用什么 把它切薄片,然后切小粒,放在盘子铺平,不要重叠 我会将虾和鱼肉放入冰箱冰一个小时,让它轻微结冰 这样在搞碎时,就不会因为磨擦而产生热力 让肉质变化,冰一个小时就好了,不要冰太久 这里有一些虾干,可以用虾米的,我刚好用完 清洗干净后,用水浸软 浸软后,把它切碎 切碎了,有四分一杯,浸过虾干的水要保留 我用了罐装的马蹄,这里很难买到新鲜马蹄 买到也不漂亮,你可以用新鲜的,把马蹄冲洗一下后切碎 份量是半杯 再加一些葱花 再加一些葱花 那些虾和鱼已经急凍了一个小时 记得不要冰太久 结冰太紧要,很难打得碎 再加一些葱花 我现在先加了味,因为我的碎肉机太小了 要分开几次 那你碎肉机够大的,调味可以直接加入机 虾和鱼不要切得那么大,尽快打烂 不要让它产生热力 搅碎了,我们要加一些马蹄和虾干下去 把它搅拌均匀 在盘底扫油,手也扫油 鱼和虾要搅拌,搅拌才爽口 我会搅拌大约30下 要像现在这样有黏性 你觉得不够黏的,你就再搅拌久一点 现在跟手加一些葱搅拌均匀 如果想鱼滑更加弹牙的,可以放入冰箱冰几个小时至一晚 煮两菜一汤,这里分开三份 准备第一样食材就是虾胶鱼滑鸡肉煎饼 加一些鸡腿肉,在鱼滑煎出来的肉饼 吃法是不同的,很弹牙的 有些肉的晚餐又会饱肚一些 现在加一些山抽,蠔油,适量的胡椒粉和一些盐 再加一些水 还有一些粟粉,把它打碎 加在刚才预备的鱼肉里,把它搅拌均匀一分钟 搅拌均匀后,肉质就很黏性,不需要搅拌 如果有时间的,就放入冰箱几个小时 第二味就是酿茄子,这里是一磅茄子 再开一个秘制酱汁,你喜欢可以多开一点 通常都不够吃,搅拌均匀,打架的 这样茄子的食材就齐了 准备第三个就是山菜鱼滑汤,在香港街边由小吃到大 准备一些山菜,撕开后把它冲洗干净,然后切开几段 我是用了盒装的鸡汤,记得把刚才的虾米水倒进去 总共是6杯 加多两片姜,山菜鱼滑汤的食材就齐了 现在开始煮了,我们首先做个肉饼 在碟底加粟粉,跟它黏底,在手里加些油 按照影片的方法,做肉丸先 可以整个肉丸放进锅先压扁,也可以现在压扁 我先压扁它 做好肉饼,接着就让茄子了 我想做好的肉饼,接着让茄子一起煎 将粟粉倒进碟底 将茄子切开一片片,不要切太厚 又不要太斜刀切得太大片 现在将茄子两边的刀口位完全沾上粟粉 有多余的粟粉要倒出来 上一层粟粉很重要,因为稍后我会让鱼滑 一浸过,怕它会脱出来 要完全黏满,有多的就倒出来 那你说将茄子切双飞,将鱼滑放在中间 可以吗?可以,不过不是炸,怕它难熟 那现在开始鱼滑了,那些鱼不要放太厚 鱼滑放在鱼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脱的感 不要紧的,鱼滑的水分和粟粉 让时间混合在一起,就会黏住了 这里很重要,你让鱼滑的时候 要完全覆盖整个茄子 不要有白色的位置走出来 将鱼滑斜滑下去,鱼滑得够贴才不会脱出来 要乖乖地跟着步骤来做 不是鱼肉脱了出来,不关我事 就是这样,没有虚位的,有虚位就脱出来了 全部养好了之后,将它放5-10分钟 让粟粉和鱼滑黏在一起 我们先来煎肉饼 加一些油在平底锅中 将锅烧热后,加入肉饼 小小火,将它焗3分钟 焗了3分钟,将肉饼反转另一边 我们将它煎2分钟 让肉饼另一边稍为定型 加点水 стоит Teil gate 一itat negó大 Tucker 让它吸收水分 不要再煎得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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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농干干干干干火 然后再盖盖 用最小小火 我的肉饼的厚度 people下火煮三分钟 像汋厚的厚度 现在差不多熟了,如果很浅色的,把火开大一点,中火或中大火,把肉饼两边煎金黄 所以最初的时间,不要开大火煎焦它 好了,现在锅有锅拌,抹一下,然后加多一点油 轻热一下锅后,加些茄子,鱼肉那边向下 轻轻按一下 我习惯是盖上盖子,用最小的火 把茄子烤3分钟 3分钟后,又是反转另外的一边,如果需要也可以加少许油 我要再烤3分钟,也是盖上盖子,用最小的火 把它再烤3分钟 也是要视乎茄子不要切太厚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颜色不够,就开中火或中大火 然后,两边转动一下,煎金黄 这样不需要太多油,煎出来的茄子都会好吃 捉签测试,容易穿得过就表示够熟 就快快手手了,搅匀酱汁,顺便煮滚 它,可以熄火 或者用最小的火,或者用最小的火煮滚 现在来滚山菜鱼或汤,在这里的餐馆是喝不到的 我们先把鸡汤煮滚,加点汤和姜一起 用大火把它煮滚 现在汤煮滚了,如何将鱼滑加进去呢? 也有一个方法,先把鱼滑浸一下 然后将鱼滑压几下,压你喜欢的厚度 然后再浸一下鱼滑,然后把它长长地刮到汤里 每次都煮滚一个鱼滑,这样才不会黏住 这样一点一点压平,把它刮到汤里,长长地地 这样 然后再盖上盖子 开大火,将汤煮滚,一滚起就可以开盖子 看到鱼肉浮起了上面就是熟的了 不要煮太久,太脏会爆开 还有一些菜味加进去,加一点油 然后加上菜 把菜全部按进汤里就可以了 我没有把它煮滚,我怕菜煮久会黄 试试了吗?不知道你用什么鸡汤 我用合装鸡汤就不用加盐了,只是加一点胡椒粉 那有没有观众不是香港人 没吃过这个山菜鱼滑汤 在香港的街边吃,山菜是放在碗底里 小小而已,然后加些滚汤上去 将山菜煮熟 是一个很美味的街边小食 记得加些麻油,也是这个汤的特色 那试吃,我试茄子吧,点点汁吧 我特意跌下去的,看看鱼肉会不会脱出来 哈哈,没脱到,欢迎订阅分享和点赞 我们下一集再见 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